据知名篮球记者宋翔的最新爆料 刚刚率队帮助中国女篮夺取亚运会女篮金牌的中锋韩旭 已经确定放弃回歸WNBA纽约自由人队 韩旭将在休整一段时间后重返WCBA四川女篮 新赛季将代表四川女篮比赛 据了解中国女篮三剑客李梦 韩旭和王思宇都效力过四川女篮 他们上赛季帮助四川女篮夺取WCBA第一个总冠军 夺冠后韩旭加盟WNBA纽约自由人 而李梦则加盟华盛顿神秘人 王思宇选择留守 现在韩旭官宣不再返回纽约自由人队 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女篮效力WNBA的只有李梦一人 而且李梦是目前唯一一位在WNBA站稳脚跟的国手 这凸显了女篮前往高水平联赛效力的人员太少了 除了李梦 另一名国手李月汝目前前往土耳其联赛效力 走出去的球员目前就只有他们两人 当然了 韩旭重回四川女篮也可以理解 主要是今年韩旭太累了 WNBA WCBA亚洲杯 大运会和亚运会他一个没落下 属于超负荷运转了 而且最后都帮助球队拿到了冠军 韩旭已经奉献了太多 是时候调整休息下 然后再冲刺高峰 加油韩旭 加油韩旭